第21题小二利用右图的机械组合将一重量为120牛顿的物体等数向上抬高两公尺不计任何阻力 试问施力需做工多少焦耳如果我们用做工的方法就是力量成位移 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想我们这个要上升两公尺 那么我这边要拉下多少公尺 然后这边又有所谓的轮轴又有杆档又有滑轮 我们还得知道要这120牛顿的话 那我们要向下施力多少 这样相乘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要做工多少焦耳 但是有个比较快的做法 那么就是因为做工的结果就是能量的改变 所以呢这里是往上抬升就是未能改变MGH 那么MGH呢就是把我们的质量用公斤再乘以加速度 这单位就是牛顿 也就是这边的120牛顿 然后我要财身两公尺 所以呢我的未能增加了240焦耳 也就是我的施力至少要做工240焦耳 因此第21题问我们说 试问施力F需要做工多少焦耳 那我们答案选择是猪240 明天